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段时间 薛珍一直在晚上吐槽说我想要一款新的显示器 前两天我就需要泰坦军团给我寄的这款R27层全新RK显示器 TR7 QG 我的老显示器它戴尔的 它是非常经典的16比10 我大概有上清的视频都是依靠它来完成的 但它目前已经满足不了我高强度的剪辑和调色需求了 正巧泰坦军团的朋友就问我有没有兴趣体验一下他们的产品 说起泰坦军团呢可能很多除了电竞玩家的嫂伙伴都不知道 那这个品牌呢它主要就是做电竞品的嘛 就是网吧的占有率很高 它的刷新率的色彩表现等等等等参数都是为了玩游戏而定制的 那像之前小米有两款显示器呢都是由它来代工的 所以我觉得品质方面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泰坦军团的朋友呢就给了我他们的京东连接让我选一款 因为我本人呢之前也说了 我是需要从剪辑和调色角度出发的 所以太高的刷新率呢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大的必要 我需要的就是它的色彩表现 所以最终呢我没有去考虑它更多更炫酷的 就那种待遇屏的外观 而是选择这款27寸最新的RK显示器 那这款我拿的时候呢还没有上架 我选择这款显示器呢就是因为它参数更适合设计和剪辑用户来使用 它是拥有R560x1440的RK分辨率 面板呢是IPS面板 那它的亮度呢是350尼特 风值呢更是高达400尼特 官方宣称呢它是拥有99%SRGB色域和83%的Adobe色域覆盖的 从参数方面来看呢除了没有10bit的色深 那各方面都是合一合老牌的显示器 整个高下 当我收到这台显示器打开之后呢 我的心凉了一些 因为它的配件啊还有在外观方面感觉还是一个电竞显示器 当我把它连上电脑开始设置的时候 看到它的UA我的心更痛 它的UA真的好丑啊 让我非常担心它的屏幕素质 小白用户选择显示器 都从外观啊尺寸啊分辨率下手的 那游戏用户呢会额外在意下它的刷新率 毕竟现在游戏玩家都是人均标配高刷新率显示器了 一般人买显示器呢一般都是223 24 27寸的 如果你想要一个理想的大约屏 那尺寸呢至少要三四寸以上 我选择这个227寸呢是想要在它的画面表现保证的情况下选择更大的 这样方便我去使用Premium 这个屏幕呢它是标准的16比9屏 如果尺寸和分辨率一起看 就那种屏幕很大 但是分辨率很低的显示器是没有选够必要的 目前市面上高端的227寸显示器 它的分辨率呢可高达4K 那也就是分辨率越大 它的画面就越细腻 在我看来呢就是2560×1440的分辨率 在227寸的屏幕上表现已经很OK了 就没有明显的颗粒感 像工作用的专业显示器 它的刷新率并不怎么重要 一般市面上的大多是60赫兹 但是对于游戏玩家来说 特别是那种玩FPS的游戏玩家 那刷新率呢就会有味重要 像这台显示器呢它的刷新率最高可达144赫兹 它是支持FreeThink和兼容GThink的 就是当你快速的甩动鼠标的时候呢 它的画面不会出现撕裂感 特别适合吃鸡啊 手上尖封ipex英雄这类游戏 我拿这个显示器呢主要是做视频调色用的 所以我将会注重说下这块 首先呢就是色域 对于一个专业设计用户来说呢 色域尤其重要 简单点来说呢就是它的色彩覆盖度越广 它的画面色彩还原度就越好 那目前呢就是手机屏的表现要比电脑显示器要好的很多 我做了一个红蜘蛛校色也进行了一个测试 就实测它有100%的SRGB和96%的P3色域覆盖 可以说这个参数非常夸张了 完全媲美市面上的一些专业设计显示器 色深就是色彩深度也是越高越好 色深越高呢可以让它的视频画面的色彩过度更加的平滑 目前市面上的显示器呢大多都是8比特的 高端进阶一点的显示器呢可以高达10比特 但是我们消费者手中用的设备呢大多数都是8比特的 这台显示器呢它的色深也只有8比特 像我拍摄用的FS5色深是有10比特的 在这个显示器上完全体现不出来效果 那目前市面上呢也有高端发布的手机呢它是有10比特的色深 我觉得未来呢10比特将会成为主流 色准呢一般只有专业显示器它会标注 我们可以通过校色仪呢进行测试和校准的 我是用红巨珠校色仪进行了多次的测试 测得它的DeltaE值呢是小语1的 你要知道这个值它是非常夸张的 一般只有超专业的显示器才会有这样的数值 一般用户选购显示器的时候呢是不会看它的亮度的 但是对于专业的试制用户来说 这个亮度呢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像这台显示器呢它就是达到FDR400标准 亮度峰值呢更是高达400尼特 也就是说它这款显示器呢要比普通显示器更亮 白色更显白 那像目前市面上的显示器呢它的亮度一般只有300尼特 甚至有些才250尼特 就算你把屏幕的亮度调到最高 看起来呢也是感觉很昏暗的 还有呢就是对比度和响应时间 一般用户呢不需要在这块做过多的纠结 因为它是根据面板来的 像对比度呢一般IPS屏呢是1000比1 微屏呢是3000比1 今天这期视频呢主要是从我的角度就是工作方面这台显示器的表现 但它本质上呢还是个电竞显示器 接下来呢我会说一说它电竞方面的一些特殊设定 这台显示器呢是拥有一个投影灯和背部七彩跑马灯的 很多玩家都喜欢这种设计 只在呢是跟大多数中高档显示器一样是拥有多角度旋转的 显示器呢是支持两路信号的分屏的 它支持画中屏和左右分屏 显示器呢它有Gameplus辅助功能 就屏幕辅助功能 就是说你玩游戏的时候呢它会支持一些特殊场景的一个优化 本次视频呢将不会对它的电竞方面的设计做过多的介绍 最后呢就是说它有两个遮光罩吧 这两个遮光罩呢如果你想的话可以装起来 一般就设计是在做图的时候呢 防止其它的光源污染 还有就在办公室呢可以防亏屏 这个显示器呢我体验了几天 看上去它是个电竞显示器 但实际上它就是个电竞显示器 官方定价呢是2300 我看了这么久显示器嘛 我觉得它性价比还可以 有它这个画面素质的没有它的刷新率 有它的刷新率呢没有它的画面素质 好了各位小伙伴以上呢就是神传队这次 泰坦军团的TR7QG的一个体验 我们下期见哦拜拜